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1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在华行程提问 赵立坚表示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后 根据国际普遍通行做法 接受14天集中隔离 将于今天结束 下一步 专家组将在符合中方相关防疫规定前提下 继续在华开展溯源交流合作 包括座谈 走访 考察等活动 各项活动都应符合科学溯源原则 都应以预防未来风险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最高目的 关于专家组具体形成及详细工作计划 建议你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 另据美媒报道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7日称 美国希望对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的起源 进行强有力而明确的国际调查 搞清病毒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和传播的 对此 赵立坚回应称 任何先入为主预设前提 进行负面揣测 甚至企图进行政治化解读的言行 都是不恰当的 将为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在华开展科研合作 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不利于得出严肃的科学结论 他表示 希望美方能同中方一道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尊重新冠病毒溯源 国际专家组付出的辛勤劳动 使他们能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开展病毒溯源科学研究 同日 拜登宣布禁止联邦政府官员 以地名来指代新冠病毒 他在讲话中表示 他已经指示联邦机构打击仇外情绪 特别是针对亚裔的仇外行为 预计拜登的行政命令 还将指示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等联邦机构 检查川普政府公布的任何现有政策 指令或政府网站中 是否存在类似中国病毒的排外提法 前总统经常用这个词来指责中国政府 造成了这场全球疫情 但如果在现有政策中发现该词 预计即将出台的行政行动将下令将其删除 对此 赵立坚评论称 中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在此 我愿强调三点 第一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不分种族和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明确反对 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关联 第二 溯源必须本着非常严谨的态度 由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和研究 中方也坚决反对将病毒标签化 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做法 第三 中方希望美国早日控制疫情蔓延势头 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全球抗疫合作 此外 26日 世卫组织官方的脸书更新帖文下方 再次将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 引发岛内政客跳脚 台当局涉外部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叫嚣 对于WHO的不当劣势 再度表达强烈抗疫与不满 并以指示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 及驻菲律宾代表处 继续向WHO及西太平洋驱属 表达抗疫 要求更正 在被北京市民嘲讽 反正比你们国家强多了后 英国广播公司BBC又被武汉市民对了 2020年1月23日 武汉按下暂停键 时隔一年 BBC借此机会推出一系列重返湖北视频报道 也意料之中的夹带私货 BBC宣称 要记录一年后湖北街头的景象 不过BBC没有拍到想象中的鬼城 湖北人民对于抗疫成果的满意 倒是被记录了下来 在BBC驻中国记者麦迪文的镜头下 与一年前街头冷冷清清 店铺大门紧闭的景象相比 武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街道上人声鼎沸 人们佩戴着口罩 采购各种商品和食物 这是去年1月看不到的场景 麦迪文感叹 在采访中 一位武汉市民表示 如今的武汉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了 在武汉的夜市 一位炼摊的大爷甚至给BBC记者上了一课 什么是自由 这位大爷说 这一点跟国外不同 国外他们要自由什么的 但那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你自由地出去 你就传染了病毒 现在就是心情特别舒畅 因为武汉在中国是最安全的 在世界来说也是最安全的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摊主这样表示 当地时间1月22日 纽约时报在报道 后疫情城市武汉时 也这么描述 在武汉 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 比如在街头散步 去卡拉OK厅唱歌 这在去年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对于目前世界上 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 也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新冠疫情源头尚未查清 世卫组织溯源工作也还在进行 但BBC驻中国记者沙磊 在视频开始就先入为主的渲染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原点 是新冠全球大流行开始的地方 不过当被问及病毒从哪里来时 镜头中的武汉市民回答 这个病毒是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的 它来自美国 很显然 武汉市民的答案 不是沙磊心中的标准答案 于是他阴阳怪气的声称 一种非凡的全新叙事 站稳了脚跟 中国网友则纷纷为视频中的 两位武汉市民叫好 不愧是武汉老百姓 就是喜欢说实话 从不拖泥带水 凭什么方方说的就一定是真相 而其他武汉市民说话就是宣传 接着沙磊开始搬出所谓 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的传言 再配上他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外 被保安拒之门外的画面 西方媒体口中掩盖疫情的场景 就被这么描绘出来了 在对武汉的报道中 沙磊也尽可能的要展现他的客观 称包括大规模检测在内的中国经验值得学习 这段视频来自于去年疫情期间的一次高速反恐演练 较完整的视频显示 特警要求司机下车配合检查无果 后者更一脚油门企图冲卡 被拦下后还脱下口罩对警方指骂 这才被制服 值得一提的是 沙磊就是那个被中国日报揭穿报道涉江假新闻的记者 在那次的报道中 BBC方面宣称有人阻碍他们对新疆库车的一处工厂进行拍摄 并遭到警察盘查 但实则是工厂保安不懂英语 外加看到记者没有戴口罩 而其给出的所谓新疆强制劳动证据 又是一幅2019年的谷歌卫星图片 在1月18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沙磊还代表BBC向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问 现在中国官方媒体越来越多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多地多点爆发 请问在缺乏科学证据 世卫组织调查才刚刚开始的情况下 中方为何推动这一叙事 对此华春莹一针见血的反问道 你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中国抱有成见 中国媒体为什么不可以报道 华春莹指出 你也看到了 对于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中方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中方的开放合作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但为什么有的其他国家 没有像中国这样 同世卫组织开展密切合作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湖北是如何将伟大的抗疫精神 化为澎湃动力 湖北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卖上4万亿元大台阶 恢复到上年的95%以上 人均超过1万美元 同时 湖北进出口逆势增长8.8% 城镇新增就业75万人 市场主体竞增29.4万户 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万家 湖北开通12条国际货运定班航线 来厄投资世界500强企业新增6家 达到320家 受疫情影响 去年一季度 湖北省着力解决企业资金 用工用地原材料等困难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 大中小企业同步恢复 到去年5月底 湖北四上企业复工复产进度赶上全国 大义之年 湖北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守住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底线 高质量发展有了新进展 伟大抗疫精神 必将化作浴火重生的澎湃动力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奋进的脚步 这质地有声的一句话 振奋人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